大家好 欢迎收看多高斯贝电视 我是本琼斯 今天的嘉宾是Ducaret资产管理公司 首席投资官皮埃尔瓦萨 我们将就中短期资产保管展开讨论 皮埃尔 感谢您的光临 谢谢您的邀请 让我们先来谈一谈股市 在美国10月份量化宽松政策即将结束的临近日子里 股市不断地攀高 那么现在投资者应该将重心放在哪里呢 确实如此 如果让我们看一下股市过去两年的动态 2012年和2013年 正在图标中间的绿柱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股票的价格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 首先是公司本身的基本面结构 以及盈利能力的改善 第二个原因也许更为的重要 这就是央行的流动性注入 例如美国和欧洲洋行 瑞士洋行 日本洋行等等 采取类似政策的机构 这就相当于向火上浇油 事实上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就是美国几乎无尽地注入资金流动 总量约有4.4万亿美元 按照资产负责表统计来看 这远远超过了2008年的 1万亿主资 这样的资金量下 股票的数量有限 相应地将股市推动上行 而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股市是值得投资的地方 然而 同时也要注意提醒自己 就是我们不可以认为 当前的股票价格是被低估的 他们的价位可能是正常 也可能是虚高的 因此 当美国股市的总市值 占据GDP量的111% 至120%的时候 这要比五年之前高出两倍 也就是自2000年3月份以来 是当时市场大崩溃以来的 最高水平 因此 投资者需要考虑到这些风险 我必须提醒一下 2014年 我们资本管理公司 在这两个因素促成的趋势之下 投资组合表现良好 首先是今年亚洲当地货币债券 带来的只有10%的利润 第二是美元稳定 货币投资的多元化 也在今年带来了积极的受益 继续我们的股市话题 正如您刚才提及 股市的上涨 与一些公司本身的业务提升有关 那么投资者的投资组合 是否更应该多地放在 类似公司股票上 比如可口可乐 雀巢等 事实上可以这么总结 这样的大型公司 可以经历任何低迷的经济周期 包括在股市里 然而历史证明 当以过高的价格 买入大型公司的股票 却未必能够给您带来很大的利润 当然 我们可以因此而对历史先例 和图表进行一下分析 现在举的例子是1930年的熊市 当时的市场具备很普遍的特点 这个时候的资金流动 也与我们近年来出现的相似 你可以看到 1921年和1929年的 道琼斯指数 分别是上涨了400% 和下跌了80% 综合指数 标准普尔下跌了86% 如果谈及可口可乐公司的话 那是一家实力相当雄厚 管理相当良好的公司 您可以看到 在那个时候 可口可乐公司也没有逃过经济衰退 股价下跌超过60%的命运 我再举一些也列入道琼斯的其他企业的例子 比如说道格拉斯 空中客车 波音公司等企业都遭遇过大幅的股票滑坡 这里股市显示出了它的周期性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 短期内 央行提供的流动性 能够支持和推动股市反弹 从中期和长期来看 股票的抛售可能还是会产生问题 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比如在2008年 熊市的时候 这里股票下跌超过40% 而2009年 股价再次下跌30% 因此对市场的分析 不应该只观察 某一年股票的收益率 而是需要考察 整个中期的市场周期变化 也就是说 需要分析近6到7年的表现 这样一来 您可以看到不同的资产类别 在不断的变化 如果看左边 这个专业的程序 它可以对债券市场 和股市变动进行分析 08年时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我们从过去的市场趋势分析 资产的多元化 还是非常必要的 介于上述您所分享的内容 请告诉我们 投资者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他们需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想说的是 公司的内部价值 每年可能会增长5%至7% 但不能达到20% 这就能够解释 可口可乐公司股票 为什么会到一定时期出现了崩溃 事实上公司可以增加价值 但是不能太过 所谓20%就有一些泡沫的嫌疑了 当然这也存在着例外 如果公司推出了新的产品 或者出现了技术革命 这可能会带来销售的大幅增长 在这个图表上 我们可以看到中期的趋势 从中期来看 显示了一个特定资产的上涨 或者下跌 如果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用左下角的这个投资软件 进行研究和分析 它还可以对2008年 2011年的债券变动因素进行分析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 在不同的元素当中 比如说亚洲当地货币债券 从基本面来看 还是继续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这是因为其不受量化宽松政策 或者欧洲央行购买债券的影响 这使得他们占据了强势的地位 短期内 美元的动力非常的足 然而从中期来看 这一切还都将取决于美联储主席 詹尼特耶伦 对资产负债表的制定 另一方面 谨慎的投资者 一定会降低债券 与证券相关的风险 在经济衰退的期间 选择更为明确的 其他资产投资 前瞻性的投资者 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 从而增加收入 即使在暂时的负面动态事件发生的时候 也可以 PIR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也很荣幸 谢谢 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精彩内容和独家采访 请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